年级排名表出来了 要不要我念一下 相信你们不会好意思让我念吧 当然了 你除外 我觉得念一下 对我们来说是有点激励 公开出行 奥子年级第一 小庙年级第二 留一朵年级 哪老叔刚刚没提起我年级第几 年级第二 听见了吗 处理校倒数第二 谁过巧第一 你每天都在忙卸手来啊 忙于赚钱 手机来学校你们不知道吗 手机的事咱先不提 彭小明你给我解释解释 你卡倒数第一 是因为什么原因啊 老师你还不懂我吗 我这属于是 骰拙拙拙蛋 吃饭的家伙能随便忘了 让我出来来 学校里的友情是如何破裂的 老师您找我 咱们的作业你怎么还没交给我啊 海连没有交给您吗 又有好戏看了 王老师王老师 快来吃光啊 我来了我来了 我们办的作业 位置都是你来收的嘛 我早上就把作业收齐了 然后海连说他没有写 然后我把作业放在那儿 他说等一下一起交给您 我没理解错的话 他是在说海连抄作业吧 他俩不是好闺蜜吗 这波叫做是 铁面无私 那你让他赶紧给我交过来吧 好的老师 小妙我不是把作业借给你抄了吗 你交了吗 有个题我想改一下 我 不行 让他改了就不像他抄我的了 我俩得一模一样才行 打他 我让苏李孝交给老师了 那好吧 那我先去上个厕所 好 苏李孝 海连让你把作业交给老师一下 我看到苏李孝好像才把作业交上去 他可能才抄完吧 好 海连老师让你去一趟办公室 好的 海连你怎么了 我不是说我抄作业 我怎么解释他都不信我 肯定是苏李孝将作业还跟老师说什么 绝对是他抄的你的 被老师发现了之后 他就说是你抄的他的 是时候换一波新的小间谍 让那个小帮手 你们看我能当体育委员吗 体育委员跑得快就能当了 可我跑不了很快啊 开饭 有用买苦包 别让我再继续当学育委员了 今天辅导大厂学习我都快累死了 嗯 这有此意 虽然为是很舍不得 好吧老师既然大家都舍不得 那我就免费其他人当班长吧 我真是嘴气 什么其他人想军选班长的呀 我来 你俩PK一下 接着呢 又让我当什么班长 我就把总学者连接领导的两圈图里 都拿出来给大家买小说 再次大家亲手挖了挖和影 本事专属成好 大家和我一起嘴对PK 表面啊 这真是我上星期嘴上八十八 当年轻 老师我升级展示绝活 展示 是不是像口袋里穿着手机 还在一起作业 幅想没在这里 就你了下课 小说我来了 老师有一件事想跟你说 等一下啊 王老师 王老师快来吃瓜 好好好 来了来了 你说 海莲昨天考试的时候作弊了 海莲不是她的好闺蜜吗 这包属于是大义灭情 哦明白 你们怎么知道的 我看起来带书进去了的 我把监考的时候也看见了 但人家没有翻呢 带书进考场肯定是不对的 你把他交过来一下 好的 哈喽 不行 我不能自己叫他去 我得找个人 宿理校 我啊 老师让海莲去趟办公室 我上个厕所啊 海莲老师找你 啊 完了完了完了 累掉 海莲你怎么了 有人去帮我进考场带书 啊 或是谁啊 我也不知道 谁叫你去办公室的 宿理校叫的 哦 你这么说我想起来了 刚刚在办公室门口 我看见他和老师在里面说话 说什么带书什么的 真没想到他是这样的小人 亏我平时还对他那么好 啊 他俩怎么还不在一起呢 哦 这些年被我们误会的老师 运之后是如何 我们下期课再讲 下课 把老师昨天布置的作业都交上来 靠 你就不能等我走了再说吗 真是个心机根啊 但是工作 杀 我自己再教吧 别说我没给你们机会啊 拿过来我们一起抄 抄爸爸 谁让你们抄作业了 我没抄你作业 抄作业就是不行 你别把海莲的作业抄坏了 我要告诉老师你把海莲的作业弄坏了 他比你还狗 王老师你猜这是我莫说的我们班写的手机 书里笑啊 他这还有十个人拿走呢 不是 这学是有缘的 他呀 他直接会想办法要回去的 报告 进来 老师其实我今天带手机是准备告诉你们两个事情的 行你说吧 让我看看今天是哪两个倒霉蛋也要被举办 书里笑啊 他在空间发了官宣的说说 我特意截图了准备给您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轻易的官宣 可以这样吗 还是这次之后我们把好多人都在班写群里发了答案的 我带手机就是想给您看聊天记录的 为了拿回手机他真的是拼了 一聊之中以后你闺女要是这样 我扇子呢 厕所 你进我办公室不也没打报告吗 好 我知道了 听说了 他们口袋里好像有烟 这孩子我让你监督不是让你监视 我等一下去找他们 还有彭晓明他上个看小说 光盯着别人看去了 那你在干 哎 小说 要是他把小说给我交上来 学会帮我一架签去 等着书发下去 都快点签啊 交往了我不收 我这个老师在你眼里真的就没有一点牌面吗 打一成语 签这玩意有什么 还用呢 签了这个小妙就不被保护了 得签 报线了啊 我把神报送的手机发给你们 快跑了快跑了 一下还是别发吧 发了之后他们就知道天天玩游戏去了 这得子哪去了 你别想破坏我提升好感度的机会 这黑台控制三体的没电了啊 没事老师 55万五星闪球快得很 玩游戏烫成了 五成液冷散热系统不烫成了 好 放假 老师你忘了假期作业 我不害怕人 怎样把我伤得便机离散 大嫂除女们班一节课能不能弄完 弄不完老师 对啊 垃圾太多了 弄饱我给你们两节课 嘿嘿 我追的小说更新了 这你们那样偷懒您弄完吗 这种还现在能装的项目 你不好意思啊 每次放下书连人都见不着 我见着了 在办公室找各大老师问问题呢 你们 你们还翻书出去上网呢 哦 意外修复 你们俩来看办公室吧 这被看小说自己 你是不是 那些年被我们误会的老师 隔壁托老师班 昨天晚自习是不是看电影了啊 我问你这个问题什么意思 大家都懂吧 是的 老师 是的 那我这两节课也给你们看电影吧 你们看电影我看小说 嗯 合理啊 谁会不会提前引议啊 臭干嘛呀 推进看 贼王 老师我觉得我们班不配看电影 还是看柯南吧 我想学一学 为啥不配啊 三班是因为考得好才看电影的 我们班配吗 明明就是托老师要去喝酒 才给他们班看电影的好吗 老师我们班下次考了年纪第一再看吧 那你都这么说了 行 豆瓣书打开吧 太远的比电影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 有点成绩出来了 是吗 咱们去办公室看一下 好多考完了 现在极有什么用 还不如平时都努力一杯 什么玩意这么臭 老师我还要留下编子 你想知道成绩值说不完了吗 行 拿上去发吧 老师 我这次是不是考得很差呀 就是想让我夸你呗 考得还不错 那王老师 我们班这次第一是苏理校 其实苏理校这孩子他不是不会 他就是不专心 他其实比谁都聪明 不过老师这次我好像看到苏理校带手机进考场了 我也不知道我又没有看错 是吗 他这次先别帮我核实一下 好 再见 今天黑板不藏我不上课 你们以为我真的生气了吗 吓死 我懒 特别骚啊 这样就不用上课了 是不用上课了 敢喘气吗 我这只是说自己多主动点 那我瞎了 今天理直日 那我忘记了你们就不能帮我擦一下吗 你是为什么可以说得这么理直气壮啊 黑板是我一个人的吗 垃圾你总得倒一下吧 这话很值得没这么臭 男生就不能帮我倒一下吗 那么早把我鞋弄擦了 你赔啊 弄脏了我就去德国APP上面再给你买一层 今天这个垃圾你是必须倒 那是你钱 那总呢 今天这双鞋谁也没下好钱 我办公室没收的小说谁拿回去了 我还没看完呢 那是你那本小说没收的谁的呀 就朋友没那本 那肯定就是某人自己拿回去了呗 我就知道你要诬陷我 我今天让他苏理相依整天都在睡下 他可以帮我作证 这事儿 咱们没必要那么大事 也许是你让某个关系好的帮你偷回来的呢 这孩子是不是工作绝看多了 一本破抢说至于吗 我才把一本不去玩事了吗 好了可能是我 你有钱吗 真是 我真就 我就算国超你娘就是自己买的好吗 我看看 好了别吵了我找到了 在哪儿啊 校长嘎住我里夹着你 撒撒撒撒听